在非典型素人总统川普贯彻了美国优先的强势领导下 美国不只是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 甚至是和各国对立不惜挑起了美中贸易战 总统的领导风格都让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看不下去 特别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第三届亚洲领袖论坛上 痛批川普令人相当失望 特别飞往美国出席圣母大学刘氏亚洲研究学院 主办的第三届亚洲领袖论坛 只见全场作物虚席 都是要来目睹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专题演说 联合国与世界公民 尤其当潘基文痛批 川普决定要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时 更是全场热烈鼓掌 而时事求是因应川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世界领袖们该怎么办 潘基文则展现出国际级的领袖风范 要联手身价亿万的慈善家比尔盖茨 以及荷兰政府成立国际气候变迁委员会 以不屈木囊的精神 说服全球各国采取行动 对抗气候变迁 至于在美国多数年轻有为的青年 如何运用智慧扭转美国总统川普 不再遵守协议与撤销改变环境资金 潘基文则呼吁全场青年 培养世界公民的胸襟 透过国际化视野与同情心 实时关怀世界上的弱势族群 不只针对国际大事 潘基文台上侃侃而谈 学者风范大受学生喜爱 领着现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道德委员会主席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等 多项重要职位 潘基文无比的亲民风范 更得到圣母大学全体师生肯定 特别颁发纪念牌 要延续这份长久可贵的友谊 东西文叶永志 在美国圣母大学的采访报道